好 那我們這兩次呢 就是要跟老師介紹 就是由WebDuner開發的這個開發板 叫做Webbit 事實上呢 他們公司有好幾個 有好幾個這個開發板 等一下呢 我們會介紹一下 因為呢 其實說真的 現在物聯網的部分 可以玩的東西很多 加上現在又有AI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物聯網的這些學校裡面用的裝置啊 包括像Microbit啦 或者之前有其他Arduino系列的在國中 可能就會Arduino系列的 那不管哪一個 其實呢 WebDuner他一向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原生就是網頁 他不像我們一般Arduino 有時候老師可能需要比較多一些 所謂的這些電子裝置的一些 技術背景 他相對來講 使用上比較簡單 所以他原生是以網頁為主 當然現在比較新的 他有支援這個Python的部分 那我們呢 也不用安裝軟體 你就直接透過網頁就可以用了 這個都很方便 那他本身呢 像各位現在手上拿到的 就是透過Wi-Fi 或者我們透過USB 就可以直接用 那你也不用做所謂的騷錄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的程式都在網頁上執行 我按一下他就執行了 我今天有更新 就把它停止再執行一次就好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在使用Webduno 其實還算很方便的地方 那下面這邊呢 您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最早期的 這個 比較大 像這個Arduino的板子一樣 那後來呢 他推出的這個 小了一點 大概跟50 差不多50塊一部大一些 然後呢 我比較玩比較多的是這個 Smart 因為他大概就跟50塊硬幣差不多 所以像我們可能 國小啦 到大專院校都可以玩 尤其我們把它用在包裝設計啊 其實做一些互動也蠻好用的 那現在各位手上拿到的 就是我們現在他第四代推出來的這個 他跟Microbit是一樣大的 因為他們都是公版 可是呢 他上面的這些元件比 Microbit再更豐富 因為他走他自己的一個風格 那目前呢 他已經有推出第一代跟第二代 那各位老師手上拿到的其實就是第二代 所以 有一些 就是相對來說 就做得更完善一點 那 當然他最後來 就是前兩年呢 他還有再推出一個Web AI 那你看 就不再用LED燈 有沒有直接給你一個螢幕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比較貴嘛 哈哈 這個本來兩千塊 大家現在又漲價了 所以這個我們一般學校大概比較少用 那主要 現在 國小端主要就是以這個為主 因為對小同學 那個小學的同學來講 他不需要再什麼插線啊 什麼杜邦線啊 然後再連線 比較簡單 他只要有USB放進去就好了 他就可以完了 所以這個是他的一個特點 那麼 因為 WebDuno本身 他就是以網頁為主 所以 他很好玩 雖然 看起來剛剛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裝置對不對 可是他可以一對一 也可以怎麼樣 多對一 也可以一對多 也就是說 我只要通過網頁控制 就好像老師現在上網一樣 我是不是一個人可以控制一個東西 我也可以連到好幾個網頁 對吧 那這個網站可以一個人來 也可以多個人來 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他一個很大的重點 好 好 那老師 對這個有了解之後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 像我以前 玩這個WebDuno 那我們就有玩很多 這個是他官方的 官方的 他 這裡的主要都是以那個 就是 Smart為主 那我自己也有很多 包括一些職哉啦 或者像 你們看到下面這個 我們就是跟雷雕一起玩 這黃老師都已經玩過好幾次了 呵呵呵 好 你看這裡 我的這裡面有好多好多 我後面這邊 這些都是我的 那 所以呢 有一些我有把它改版 就改成 適合我們現在這個WebDuno來用的 那你看 以前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玩 賓果遊戲 有沒有 這我們下一次 就會來玩 用WebDuno玩賓果遊戲 這就有數學的概念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在要的就是素養 這個只是工具而已 老師用什麼工具 你可以自由選擇 但是我們要是 給他知道說 欸我可以這樣去設計這樣去玩 只是差在說 我可以實體的有個東西 在手上這樣子 以往可能我們都是透過電腦 透過螢幕上呈現 那像這個就是 把它用在智慧磁栽上面 然後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 事實上也是一樣 然後呢我們也可以搭配像這樣 乒乓棍 再去做設計 那這些因為他們 比較會牽涉到需要用 這些杜邦線啊 連接一些元件 所以可能國小端的 就比較不適合 但是 蓋房子我相信國小端很會 哈哈哈哈 欸他們就會很喜歡玩 所以只是說我們再把 這些東西結合進去 有沒有 其實我就做很多 因為沒問題就拿來算看看 然後呢 我會把這個部分 跟我們的這個 3D的設計結合在一起 再跟雷切做在一起 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看你怎麼玩而已 好 那本身Webduno 他也有在開 就是做所謂的智慧農業這一塊 智慧農業 所以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智慧農業 基本上 應該 沒看過也有聽過了 也就是說現在的 不管是氣候變遷的關係 還是 人力的關係 我們現在一定要把科技 帶到農業裡面去 那他們本身 這一塊的話呢 就把他們的設備 重新包裝外殼而已 他其實原理都一模一樣 就可以直接應用到 這個工作的場域上 OK 好 好 那簡單介紹好 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呢 就來認識一下 我們手上的這個bit 囉